最近都没有办法演出了 这还挺好戏 希望今年的夏天 我们可以一起共赏新乐 到底有什么愿望还没有达成呢 近期就是开个演唱会吧 刚刚时刻很多 比如说在舞台上 我看到有很多很多人为我而来 然后一起跟我合唱我的歌 一起尖叫的时候 我们会将大家的实时弹幕 投放到现场 待会儿唱歌的时候 才发记得大幕 就会出现在我的身边 我会用力呼唤着内心 直到你的回忆 粉丝不是把追星这个事情 当成谁帅追谁 然后谁红喜欢 是这种事情来做 他们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线 所以这让我感到很感动的是 他们很真心地对待我 明月四季 永远可知爱情 接下来的日子 可能不能和平凡地跟大家相见 但是我相信 我们还是彼此最有力的支撑 别人把我当个偶像 我不去勇敢 我在那儿当咸鱼嘛 为什么要去美国学院的原因 就是在于 跟不同的人交流 去听着 我有新的东西产生 我要用我的能力 把我当在舞台上呈现的最好的 全都输出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我喜欢这个人这么久 是很值得的 好 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